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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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一个特别来宾加入我们 那我们来郑重欢迎广告车的这个 达人 达人对广告车达人 丽人哥 大家好 我是丽人 OK那今天呢 其实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做这个主题的一个开场 好不好 就说其实我今天 其实前一阵子我们在想说 我们的podcast嘛 到底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那当然是除了买车卖车以外呢 我觉得 更希望让所有的这个学弟们 可以听到很多跟车子相关的内容 对那agazi有什么想法 跟车子相关对啊 其实我们平时现在很局限于在中股车这一块 对 那我觉得现在大家这种时机不好 有没有 好像股市2万多点就我没赚到钱的感觉 对吧 所以我觉得分享一些跟车有关 可以加点赚一些外快的一些 对应该说我觉得蛮好奇的一件事情 但他常常会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我们买车是负资产 对啊 对对那我们买车如何变成正资产呢 我相信在这个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就是各行各业里面 这社会百工来看 其实真的有一些行业呢 他是靠着车来赚钱的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来做一个主题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关于如果我们今天买一台车 这台车是所谓的赚钱车 那到底这个行业怎么赚钱 就不是像大家想象那种 开什么Uber那种 那种太无聊了 对对对 那俗称人家说怎样 发财车 发财车 然后呢就是说买一台车 怎样 来发财 来发财 好不好 所以那今天我们就要选第一集 那俗人哥呢 俗人呢本身是我的好朋友 那他的一个职业呢 非常的特别 他是做这个 叫做什么 电子布告 电子广告 这个名称要怎么称呼 你说车子的部分 对 这个广告 LED媒体车 LED媒体车 对啦 人家形容就感觉很高尚 高大尚感觉 我刚刚讲说我电子公布来 什么电子花车 LED媒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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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今天俗人呢 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有一台这个叫做 LED媒体车 那他主要的功能 那以及说他的这个 实际的这个使用的范围 以及好不好赚这件事情 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好 因为一般我们想到说 做广告就会想到传统宣传车 开幕的时候要用 对 那传统宣传车就是 大街小巷 我想象到就是那一个灯箱 有没有 然后很吵 一直在大声宫 对 那种是要做传统的 对 那你可能听到声音 你也没看到什么东西 你就只听到声音而已 对 那我们这LED媒体车的一个好处 是我停在路口 你可能还没听到声音 你已经看到画面 已经在跑 对 那就是比如说 什么刘德华唱歌的NV 他已经在上面 已经播放了 就等于是把电视墙 装在那个小货车上面 电视墙 我知道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路上会看到 如果听到后面 他很亮的那一种 就是他有画面 然后他可能画面还蛮漂亮的 对 然后会有一些 要宣传的事项 这样子 然后他会有很大的声音 这样子 我们有搭配那个 扩音喇叭嘛 对 但是就是要经过 比如说有限制 你经过医院 学校的时候 音量是一定要放低的 甚至有些时间点 是不准开音量 OK 那像比如说 我们如果跑市区的话 你那个中午12点到2点 音量一定要放小声 因为会有老人家睡觉 对 我们遇过很多就是 你经过生意没有关小声 被骂 直接打电话来公司干扣了 他 他 怎么厉害 因为车子上面有公司电话 OK 所以你们这个LED的媒体车 应该说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大概做这个行业 已经多久了 因为我觉得 就我们大家现在脑子里面 能够思考到的这个媒体车 就是像以前 好像我们常听到 第一个就是这样 修理沙门沙窗 对 可是那个是修理沙门沙 不是来广告 那第二种就是 好像以前选举的时候 往往都会有一直什么 拜托 拜托 对 那个是传统媒体 就是传统的宣传车 然后一天到晚在那边很吵 或是有什么餐厅开幕 对 以前好像蛮常听到 现在感觉 好像大家都不太喜欢 那种声音太扰民的状况 对 所以反而 就好像现在比较少听到了 但是我在路上 有时候真的还是会蛮 还是会用 蛮醒目的 目前我知道就是全家福 鞋业 一定固定用这个在跑广告 全家福 对 全家福 一定是固定的 洗脑式的声音 然后还有就是像那个 加油站开幕的加油站 便当店开幕 他一定也是用传统宣传车 因为他是就近 就近的那个上班族 或工厂附近 他就一定都跑这些地方 所以我好奇一件事情 就说这件事情 它本身跟地域性 有很大的关系 对 传统宣传车 就是地域性被局限住 那我们的LED媒体车 它是比较没有局限的 对 就比如说我今天的活动 要做到哪里 我要去海边 我也可以 因为我是有声光影音的 哦 他不一定是广告 对 如果他譬如说 我办一个party 还有求婚 哦求婚 我们帮人家做过求婚 哦求婚也有 对 那也跟饭店讲好了 然后女方在饭店楼上吃饭 对 那男主角已经跟我们在底下 都布置好了 我们的媒体车也开到现场了 对 突然灯亮起来 然后他一走过去的时候 所以我们车子就开始放他求婚的那个 影片 很酷 亲友的祝福 哦 就出来了 对 对 你就看到一个女生在那边哭 对 然后加上他音音声音很大 然后画面很ok 以前传统是要赶快去那边架头萤幕 然后在那边放 头萤幕看不到 那我们车子就开始移动 对 就是偷偷开到那边去 因为你到现场去的时候 也没办法去布置 对 那你如果说是架布幕 人家就会想说 这里为什么会架一个布幕 对 我们是跟 求婚的男主角 都已经事先两个礼拜前 就全部都套好了 套好了 停到那个位置 直接就播放起来 饭店也很配合 他们那个停车格 先把用那个三角椎围起来 哦 玩到的时候就赶快移走 哎呀 不错 很用心 但是庆生什么都可以 对都可以 譬如说我办一个生日派对 有没有 我去外面宣传一下 帮我宣传一下 也有 就我今天30岁生日 还有就是最近 不是那个韩国明星来台湾开演唱会 啊 这一些还有后援 生日后援 一些后援会 对 都会用宣传车去跑 他不一定是移动的 他可能是一个固定的 也有可能 譬如说我今天是办一个活动 就球迷见面会啊之类的 然后上面就放一些MV啊 什么的 这些画面 然后那些后援会的队长 就会站在车子旁边照相 就是上传到他们的那个群组嘛 对 给他们的那个偶像明星看说 你看我们这一区 我们帮你做了这些东西 就庆祝你生日 对 会这样做 也会有这样的 也会有 真的 其实听起来蛮包罗万象的 对 就是比传统好像说 那个好像以前我们要想像一个灯箱 然后放了一些 叫一个阿伯 这样的开一个车子 那车看起来都快要停下来了 那种 都秀极斑斑 因为传统那种大声工 他如果定点在那边 你一定会觉得他很吵 就要赶快滚 而且那个画面 画面是很无聊的 对啊 因为没什么画面 就平面广告 对 就平面跟可能图片跟文字而已 对 因为我现在好像比较常看到的 就是在那种 譬如说 重画区 有没有 那是一个新建案 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很报废的车子 然后上面盯了一个固定式的 对 他就是盯一些看板 然后架着大概一层楼高 两层楼高 那么高的 对 他就停在停车格 他也不会有声音 他就是停在那里 就是这种固定式的 因为大家现在有声音 可能大家都很反感 对 然后反而LED的 我好像现在就真的比较少看到 可是刚刚一听你这样讲 好像真的有点印象 因为我们这样出去跑的时候 如果说这一区 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广告车来过的话 对 那我们出去跑的时候 那个民众都会拿手机出来拍 对 对 我们也会把这个画面拍给我们的客户看 对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出来跑 呈现的效果是这样 大家都有注意到 听起来那蛮包罗玩家 有些音乐是想很好 因为平常你等红绿灯很无聊 要等过马路的时候 刚一台车上面有萤幕就会想看 就很像电梯里的萤幕 那我们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像有一些十字路口 它是根本没有办法架设电视墙 对 那我们的车刚好就跟业主讲好了 我们就是停到这边 上下班的尖峰时段 我们车就会在这里停留多久 找那个120秒的红绿灯 有没有 就刚好可以停在那 对 那我想请教一件事情 就是说刚刚聊到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过 用车子赚钱的人 那当然听到 听起来都蛮理想 那我想好奇一件事 就是说当初买这个车子 或说花费要多少的成本 因为听起来LED的电视是 我坦白讲像我们公司做了一些小小的萤幕 有没有 我都觉得不便宜 好几万 那如果说今天我要买一台车 后面要盯这些电视 到底要花费多少钱 新车那一年我买的时候 买了七十几万 七十几万是什么车 三顿半的 KIA的车 现代的三顿半 好像小帮手是吗 小霸王 小霸王 我记得那时候叫小霸王 双箱还是单箱的 就是四个人做还是两三个人 三个人 三个人 三个人做 而且我是买那个座位 就前面的那个驾驶座位 稍微加大的那一款 比较大一点 对比较大一点 因为我后面要放一个扩音器 对 然后还要再放一个微型电脑 有一个电脑 对 要有微型电脑去做播放的一个控制 对 然后再放一个萤幕 那七十万是车子 车子 七十几万是车子 后面的建置 后面的建置加起来 反正这台车加起来 总共到路上可以跑的时候 已经花了一百七 一百七可以一百七 一百来万 我原本是预估大概一百四 把它做好 结果连烤漆 板筋另外要包起来 你不能货车的造型不好看 对 然后要原本是可能是白色 我买白色的车 对 但我要改颜色 我要改成粉红色 粉红色路上跑就很显眼 人家都会注意到 颜色是粉红色会比较显眼 对 然后那你刚说 你外观不能像货车这样 是什么原因 它是要包成怎样 我们就是连那个轮胎 类似把它包起来 看不到轮胎 轮子要藏起来这样子 对 我们就把它包的比较漂亮一点 而不是说像那个 货车一般不是铁的框架 或上面就是轮子 下面是看到凉那些的 我们要看到那一些 我们就把它包的好看一点 往下包 那车门车头那些有改吗 就贴 就贴红而已 对 就彩绘的部分 然后把它烤成粉红色的 有设计公司的一个logo 就把它贴上去这样 了解 170万 我比较好奇这个样子 你们跑一趟接CASE 大概行情大概多少钱 一天我们对外行情 大概都在12000到15000左右 12000到15000 一天 170万要多久才可以回奔 看状况 其实 你当初怎么会想做这个 我当初只是想说 其实我有一些客户 他都固定要做广告 他们也在寻找一些 比较新的媒体在做 传统可能以前就是第四台 或说地方上的定点看板 对 可是后来就想说 有这种方式的话 他的广告是直接走出去的 而且他的范围是可以比较广 譬如说我去新竹 尤其是说 像很多政府的公标案 要做活动这些 实际上 如果说他们是 什么亲子活动的话 他们也可以用这个去做播放 跟亲子做一些互动 对 那时候是这样想 可是刚好 接的时候吧 接的时候 半年之后 刚好遇到选举 但其实那时候没有想到选举 结果没有想到选举 还蛮热的 选举很热的 选举算是一个 选举的话 现在还是以就是路边 譬如说我打票 我选立法委员什么 然后在路边这样子 开局外面这样子 给大家看 对 然后他会针对他的选区 对 然后他会做影片 比如说 像我曾经帮客户做一个 他有一个影片 他可能帮人家去推车 这个人就要选议员 所以他就跟 跟民众很亲近 就是他看到民众需要帮助 他都会 下去推车 义无反顾的去帮忙 对 他就给他做这种亲民的感觉 播放这个影片 对 然后可能两个月之后 又换了另外一支影片 就介绍他的那个学经历 对 就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去做呈现 形象广告 他是影片的方式 他是用影线呈现 就是你不用听声音 你看你影片 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而且这个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譬如说像我们传统电视牆 我可能就局限在这个路口 对啊 我就可能在这边 那我今天可能 譬如说我今天想跑学校 或是今天我想去某一个地方 就是有家长 或是说可能大考 对不对 附近可能有 有比较多人聚集的时候 火车站 那我就六日我就跑火车站 平日我就在学校附近 就我就可以比较 灵活啦 对他就是灵活的运用 跟上下班就是拿几个路口 一定会塞车 车子就开到那边去 然后我们会 塞车停入中间 对 像有时候 那个餐厅开幕的话 餐厅最喜欢我们跑哪里 传统市场 早上传统市场 跟黄昏市场 人最多的时候 我们就跑那个地点 那这样听起来 好像 蠻运用的范围很广 那如果说一天 这样子一万多块 那他主要服务的行业来看 你有没有大概的分类 就是说比较多元的 假如我们选举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那如果平日来看 假如说没有选举的时候 比较多 常常跟你叫服务 这个媒体车的话 大概他的客户是谁 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 像那个 台南的南方购物中心 南方购物中心 然后孟时代 也都跟我合作过 就是直接一次三台车 四台车过去 然后他做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的活动 周年庆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还有地方上就是 餐厅嘛 开幕的 家具的也有 然后还有就是当铺 当铺 当铺好像蛮多的 新开幕的当铺 他就是会什么方式的广告 他都想要去做尝试 那他也会去做 因为当铺 都几乎也都有做 第四台的广告影片 然后YouTube他们也有 他们就会把这个影片 以前看插播的时候 很常 第四台都会有被卡掉 插播式广告 都是当铺的 地方上的第四台都这样 所以听起来的话 那这样子的建置成本那么高 那当初如果你今天 买了这个车子以后 你这样跑一次一万多 那目前来看 你这台车已经拥有多久了 或说这是你第一台车吗 就是第一台LED媒体车吗 对 今年第六年 所以你这台车就是开六年了 六年 这台车开六年 今年第六年 所以大概你有没有计算过 大概多少钱 多久之内可以回本 我那时候大概 刚好遇到选举 实际上回本应该是说不到三年 不到三年 等于剩下后面 后面三年是赚的 因为平常每 可是后面三年 没有什么赚 是因为司机 司机 对 司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然后疫情过后一直到现在来 司机真的很难找 真的不好找 对 说不来就不来 所以你们是专职的司机在跑 还是说是用 我那个时候都是有跟客户签固定的合约 就是我一天跑20天 就是我空档的时间 我一个月会跑20天 然后这20天 我可以最多容纳10个客户去轮播 类似把原本固定在墙上的电视墙 移动到马路上去 就以这个区块的客户 我可能最多就6到10个这样去跑 那所以一个月也有十几万吧 加起来一个月有十几万 可以收一些广告费 然后支付司机的成本这些也都有 可是司机不好找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这个计划就很难去执行 那如果说你今天自己是司机 然后自己经营广告车 那应该利润就会比较高一些 对 当然会利润比较高 可是我还有其他的客户 要去做服务跟开发 对 因为我们公司 除了说媒体宣传车 还有就是第四台Google 关键字的一个操盘 对 Tiktok的广告投放 这些我们都有 所以还是有其他的工作要做 就是现在的 应该说广告这种东西 它本来就是很多元 它不会说局限 我找你就只找一样 对 因为当初媒体宣传车 还不是我们公司的业务主力 对 只是其中的一项而已 一项而已 这一项是要耗费比较多的人力 去管理司机 我曾经被一个司机弄到头很大 我都已经装GPS定位了 就怎么今天是要跑暖暖的 怎么车子在基隆的海岸线 他就喝咖啡了 我打电话跟司机说 你今天不是跑暖暖吗 你跑去那边干嘛 我说客户都看不到广告车 没有 因为这边便当比较好吃 我跑来这边买便当 我那个心里就差点骂出来了 不太受控 真的 不太受控 就是因为有时候 我们也不可能说24小时跟在他后面 看到你有没有跑 那GPS定位就不对了 跟他讲 我突然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种广告车 因为我们像那个电视那种电视牆 他们会有很多家同时买这个广告 那你们这种广告车的话 是用包的多 还是这种也都是穿插的 包的比较多 对 我们包的比较多 比如说我这一个档期 就是全部都是 比如说便当店 可能两天 对 就不会说我便当店看一看 又突然有选举 又有什么这样子 对 那如果说要去做那种 就是各家都有的话 这种大家都像一般电视牆 这一种的话 比较少 桃园这边有我朋友 他就固定这样接 对 想说会不会这个求婚到一半 突然有广告插入 突然当不来 求婚到一半 离婚咨询 律师事务所咨询 没有 那个档期一定要喬好 也因为这样后来 你知道像台北的电视牆 他也出现所谓的包档 一般电视牆 不是只有那个 就是大家混合 你轮播 我都是用轮播的方式 对 后来就是发现说 其实包档价格 可以拉的比较高 像那个什么 忠孝东路 基隆路口 台北市那一个 那一面很大 转运站路口 师傅转运站 他就是会 比如说有什么游戏公司 新的游戏上市的时候 上架 他就会包档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就多少钱 一个月 那边一个月30万 对 30万一个月 15秒一个月30万 15秒 还轮播 那种路边广告墙那种 对 地点 因为主要是看地点 他地点在那边 那我很好奇 就是说 因为既然这个车子 他是新国后面 有一些家装的 对不对 那到底就是在这个 这种宣传的内容 或是说他的这个车型 你来看 他会不会需要经过什么审核 或是说 就是你的内容 譬如说有没有规定 譬如说什么 不能伤风败俗 或者说不能有彰化 都有 其实都有规范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接案子的时候 我们会给客户签一个 那个版权授权书 就是你的音乐 这些都是有版权授权 那你跟音乐版权 有没有拿到我不知道 因为公播的 对 但是你一定要签授权书给我 我才敢拿来帮你做播放 对 不然广告都说 那个责任要厘清 然后再来就是 人身攻击的这一种的 尤其是像选举 还钱的那种 讨债的 对还有 就是 选举他会跟你说 你就是停在我的对手那一边 对 人生还最危险的吧 太硬了吧 真的也是太硬了 那个我们就不敢接 不敢接 我那个电视墙 他砸掉 就砸掉一次就几十万就没了 对 对 譬如说那个便当电信开幕 那个什么 这间不好吃 对 Seven开幕 然后停在全家门口 有 这个应该还好 这个还好 但是那种选举的 譬如说他投票什么 他就说你贪污什么 他停在门口 那不得了 对 有的会这样啊 我们就不接 就不能接 然后 讨债的我们也不接 讨债的 我好奇突然想到 因为刚刚想要被砸 那有没有 那个有没有保险 就是后面的东西有保险 对啊 没有人要保 你车子的残险有 可是你另外加装的东西是 没有办法去保 真的遇到被砸到都不得了 对啊 你看外面电视墙 挂在墙上那些 那也是没保险 对啊 那我请教一下 那如果说你那个 你那个车子啊 因为 其实我们也知道 科技产品 更迭很快 你看像我这门口 挂一个小招牌 油滴了 花了一点钱 没有多久就觉得 那例子好粗 看不懂 有几颗不会换颜色了 对 对 故障率其实蛮高的 对啊 对 对啊 我后来 对我就改成0.4 P4 P4等于是我 比原本没有多两倍 对 以他的来算法是 比原本的多两倍的一个 清楚两倍 长宽多两倍 以前P8的话 我可能要站到4公尺外 对 看就会很清楚 对 你站太近的话是整个都懵的 你知道 就是小时候我们看片都站远一点看 对 就比较清楚 对 有些转到有些台没有解码的东西 对 我们就站远一点 眼睛要眯一点 对 萌萌的就很清楚了 那我们现在换成P4之后 画质解析度就是大概我占不到两公尺 就很近了 他就很清晰 还可以放大 对 就没办法触控 没办法这样放大 就跟那个盗版周杰人一样 你说越后面的票卖越贵 对 远一点比较像 所以你们这个 这个更迭上面来看 他也是一笔花费 对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花 车子不用花了 但是这个后面要再花 车子就是你注重在保养就好了 不然我坦白讲 你看现在大家对于画质的精致程度 越来越高 我打比如今天那候选人长这样 我正用P8的 可能五年前你觉得OK 现在来看你根本觉得超模糊 放在路上 那整个脸乖七扭八的是能看 现在P8的画质 拆下来的旧版 很少人在用P8 就是除非你挂电视墙 挂比较高 比较远的距离 那个还会有人去装P8 那要不然 几乎都是装 现在都是装P5居多 我比较好奇 这样更新一次要再花多少钱 我那时候更新一次 大概又花四十几万 四十几万 又花四十几万 那也不是说真的稳赚 稳好赚 应该说其实 我相信 你看一次 你说一天大概的费用在一万二到一万五之间 对 那代表说其实他的费用不会很低 因为不大比 我们如果心里想 我们完美的想法跑二十八天 就一个月赚二十八万 可是问题来就是你的客源 其实才是个最大的问题 我有这车没有用 你要有客源 对 你要遇到有人愿意跟你买这个广告 你才有这个价值 那这样听起来 他的费用不是说 虽然我三年就回本 可是后面来讲 你再更迭一次 你每几年大概换一次 其实费用就会 就成本又会再上去一些 你成本就是会再增加一些 但是重点就是 我们刚刚又回到那个司机 对司机 对司机费用怎么算 司机费用如果说 以天数来算的 我们是包月 一个月的话 大概就四万块的薪资 超过时间 我们还会再算 额外的加班费 那如果说你 薪水满高的 跑假日的话 跑假日的话 我们还会再有 假日的一个费用 那我可不可以坐六日司机 想说我去那边兼职 假日前拆的 就很少 因为就是因为不敢接了之后 很多案子是衔接不上 你久了之后 你原本是用习惯的 我这个客户 我原本用你这个商品 已经用习惯了 结果你现在突然没有了 我就不用了 我不用了 我可能把这个预算 投到别的地方去 就回不来了 那你要再把它拉回来 那又要一小段时间了 那就是要司机稳定 我觉得听起来好像 其实客户来源 其实应该蛮多 只是最不稳定 就是这个司机这一块 因为他们车子 应该也都有 如果你每个月 有一个人固定在跑 你就固定塞给他 然后那就等于说 你就其实把它塞满就好 可是如果司机不稳定的时候 你就变得你不好安排 所以变有时候 就是我们自己 时间上允许 我们就自己下去跑 真的接下来我们就自己下去跑 一次跑多少时间 几个小时 7个小时 那也还可以 基本7个小时 那可以去暖暖 去海边买便当吗 不行 下班的时候可以 那我觉得以后 如果那个 Level3的 自驾出来之后 就不用司机了 就广告车直接自驾 那就方便了 就设定就好了 路上会全部都广告车 那就设定就好了 真的 可是那时候感觉 萤幕会更贵 其实后面的萤幕都越来越便宜 跟以前比较起来的话 我现在做 后来不是说更新P4 我之前P8的时候是做六十几万 已经下降了 成本已经下降下来了 成本就下降很多了 而且它这个东西 如果通用性够大的话 它还会再因为竞争 变得又更便宜 它有个好处就是 除了消防通道以外 其他通通可以跑 对啦 也不用申请路权 灵活性比较高 那有 台北有一台二十几噸 大概就 17噸那种 他要申请路权 22噸 常常在新医区会看到那种 超大后面那种很大的 那个电视 之前好像看那个PTT 那个小商人不是也 他就包那个车 包那个车 那应该费用就更贵了 我疫情前 刚好有一个韩国的客户 他有要问 有帮他问 一天是5万 5万一天 5万一天 那不便宜 但是你跟那个传统 挂在墙壁上比的话 应该还算划算 因为他那个会跑来跑去 他可以去人家家门口 那那个 那这样真的很勇敢 他那个小商人 那个就是去人家 那个同麻蜂窝 他不怕被他砸 那个很屌 那个很酷 那个可能要给很多钱 才有办法 应该就是说 如果有点争议性的 可不好 我们有接过争议性的 但是 什么争议我听看看 你们有听过那个太极门吗 有 太极门常常在跟政府的 那个国税局对抗 我知道 那种税务什么法 税务改革 路边有一个摩托车 有没有 会有5到8台或10台 然后他们都插一个旗子 穿一个黄色的衣服 些什么 什么税务改革联盟 还什么的 对 我们都有接过 那时候台北总统府附近 对 然后他们有律师团 对 跟我们签约 他说你放心 你跟我们签约 所有的损失 我们一定负责到底 对 如果弄坏掉 买一台全新的给你 本来P8换成P4的 太好了 你如果被警察拦下来的话 不要急 打我们律师的电话 我们律师马上到场 协助你 律师团 他有律师团 热神钟 这个我们就敢接 他叫你去哪里 台北就是总统府 总统府里面 旁边 他们那时候是有申请 集会游行 我们就要跟着跑 在旁边 他怕我们落单 如果被警察突然拦下来 他觉得说 你有可能被分散掉 跟着游行一起走 对 然后跟着游行走是 几点到几点 几点之后我们就分散了 他们其实路线都规划好 可是他们有预测说 已经听说会被阻碍啊 所以遇到这些问题 马上打电话给我们 帮你处理 对 要不然他们也担心说 找不到广告主帮他们跑 是啦 因为这有点小争议 我觉得这种是跟政府来对抗 可能相对伤害性 可能没这么高 有没有那种是民众对抗 那种对立面的广告 那个真的不敢接 真的不敢接 真的不敢接 因为你说 对方欠你钱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欠钱 我接了就有造成一些 误会或干嘛的 对 公司要承担的 除非他有律师团stand by 对对 他们也是有律师的 黑道律师 律师stand by 有啊 桃园最近就有一个 之前好像也有问过吧 真的可以讲吗 等一下我现在要马赛克 我有点紧张 中路你不是有看到那个吗 有一个那个什么 某某建设什么欠钱 建设公司的 对对对对 像类似这种也都有问过啊 对对啊 讨债的应该也会吧 我比较好奇 像那种庙会游行 会不会找你们去 对庙会咧 庙会常常有哦 常常有 每年桃园这边的什么 護国公啊哪里啊 这些也都有 对嘛 因为我看庙会他们现在都很乞乏 就是很多 听起来 听起来蛮好赚的 那如果说我们假如说 我们帮这个各位学弟们问一下 如果说我买一台车 比如说想投资这个生意 有没有 到底这个 有没有这种合作的方案 或者说这种 就是在这个门里面 有没有什么合作方案 还是说都是你要用你们自己公司的车 有但是如果真的要合作 就是你是闲置的车 或你是人是闲置的 你可以去开 这种合作 我是觉得会比较有空间 因为如果你只想出车子 可是那就没有 那要不然我举个例子 我之前遇到台北的一个朋友 他是那个飞行员退伍的 对 他退休金 很多钱 直接砸了200多万 买了一台 飞行员 他把电视的预算 国外那台三吨半叫什么 Inova 还是什么的 Hinoa Hinoa 那个有一台后面都被改装 Ev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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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车很大 他改装到超高级的LED宣传车 OK 你知道多高级吗 他车子密封住他里面的一台发电机 因为要发电机 你没有一台发电机 对 他发电机是吹冷气的 还帮发电机吹冷气 对 因为他是整个密封 我们是上面是镂空的 所以那个LED是外围 上面有电视箱 上面是镂空的 因为你要让发电机散热 你要有一个散热 要不然很容易发生危险 然后他那个是为了说 我为了整体的外形好看 对 所以他整个密封住里面装冷气 装冷气 装冷气 这跟LED锤 跟太阳能 让那个发电机降温 对 然后让那个 就是因为你温度越来越高 你的面板也会跟着升高 听起来很像太阳能手电筒 拿手电筒照手电筒 这样子才会有电 然后后来他就说要找合作 他新车做好不到两个月 对 一趟都没有跑 卖掉了 賣去哪 他就 中午车卖掉 我问他卖去哪 他说面板就拆掉了 人家只要买车而已 拆光卖掉 对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他想的太美好了 他做好的时候才来找到我们 问我们说你们这个跑的怎么样 我们就跟他讲啊 他说那你有没有合作机会 有一些案子Pass过 我说可以啊 如果有的话 可是那一阵子刚好青黄不接 不是疫情刚开始没多久吗 然后我们后来有接案子 要跟他讲的时候 我车卖掉了 他已经扛 他扛不住 他扛不住 我认识他大概不到三个月才有案子 看来非官的退休金可能还不是那么够 因为他地点在哪里 他地点在哪里 他地点在那个 深坑 深坑 他有人在深坑 车子也在深坑 对可能他自己觉得在附近 他这样跑 走错了 要问老街的人才对 臭豆腐的人 因为他可能没有那个接案的能力 他只是想说 这个做出去人家就会来找我了 他很想 他想的很好 他只想说做完 我就自己去街上 会不会现在去那个非官他家里 他家电视是LED墙 他家客厅就是LED墙 吓到 他那门口都贴满 那样子 可是应该装家里看不到 他那时候装的是P6 他那时候装的是P6 我那时候都觉得 我你的比我高级一点 我那时候是P8 他真的很捨得花 EVACO就不少钱 他如果再花上去 那好几百万 自排 然后整个车子 就是驾驶座我也进去看 就是非常的高级 非常的高级 对 那个司机可能都很愿意 开一整天的车都没关系 对 那这样子听起来的话 那这个生意目前来看 在疫情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或是说 疫情的时候就是 对 就是说这段时间 客户比较不太愿意掏钱做广告 所以疫情反而是 对你们来讲广告是 尤其是原本的餐饮业 那个时候受影响最大 对 那反而那个时候是 当铺业接比较多 因为需要用区业 对 那时候当铺业接比较多 这样子听起来的话 如果说 其实应该 现在在台湾来看 台湾应该就是 每两年就一次选举 所以选举的case 还是最完整的 对 他们比较会 长期性在用 可是在 去年 去年的立委选举 就是我们 所有的广告业同行 都遇到最 就是最艰难的一次 就是宣传车 连问都没人问 为什么 立委的时候 因为立委的名额 就固定那几个而已 很少 竞争者 他竞争者不多 躺着选就好了 你看 你要确定 很多躺着选 躺着选 至于 因为你看 议员的选举 可能我这里只要 选六个 对 我这一区我可能只要六个名额 可是我有将近 18个人出来选 对 大家就会抢这个 资源 广告就要做到铺天盖地 对 因为如果当我 然后那个时候 只有立委 我们只有接到 就是初选 初选的时候 比较热闹 党内初选的时候 比较热闹 初选过后之后 就很安静了 所以如果现在想要 投入这个行业的人 你会推荐吗 因为听起来 如果说以网路广告来比 或什么之类来看 的话可能 就是取向不同 其实 我觉得还是可以做 如果说你自己 司机不是问题的话 对 你自己也能够下去开车的话 那你的客源 你可以自己接 你也可以跟同行座合作 对 因为同行座合作的话 串联起来 你的能见度是高的 对 我举例我们去高雄 孟时代好了 对 我们三台车一起过去的时候 那就是真的 所有人都在看 对 因为没有一次 因为南部有一台车 但他只有一面电视墙 他只做一面 他只做一面 三面的话就不要 先转到一面了 第二面转起来 在路上 在路上 我们那时候想说 是不是先做一面 第二面做一半 慢慢坐过来 然后我们那时候 三台车这样过去 就真的是很壮观 人家都会做到 对 然后后去南訪看到了 南訪就打电话 你们的车子怎么算 我们也想要做 因为我觉得 像我前一阵子 我有去一个市集 他们就是那种皮卡联盟 就是他们餐车联盟 他们就是以团体的方式在经营 就说我们可能做一个餐车 然后这个餐车 他就可能就变成说 他们是一个team 他们就是全台去循环 他们去租很多地方 租了这个地方 他们就 这些人一起进到 这个空间里面 然后大家像逛夜市一样 像市集一样 像市集 都餐车市集 胖卡那一种 对对对胖卡 大家都各有特色 他会稍微有点区分 那这时候如果你看 假如真的搭配一个LED车 其实也是蛮有宣传性 对 这时候在中间 就很多人 因为那人潮会忙聚集 因为他们就是 他们经营那种粉丝团 他们就会告诉大家说 你可以来这边 吃吃喝喝 或什么 大家就觉得像逛夜市一样热闹 就一起去看 这样子 那这时候你的LED车 我觉得LED车是行动力蛮高的 蛮强的 像刚刚我觉得那个什么婚礼 活动 这我觉得都超适合 真的超适合 我都没有想过 因为其实我求婚的时候 这个我以前求婚的时候 那很多年前 那时候我们就是想的比较简单 我们就想说我们就是用萤幕 对啊 可是又有一个问题 投影是非常受到这个环境的限制 对 因为根本看不到 而且你根本 而且架设上面都是困难 所以我们就是拿一个 譬如说有些人可能就要放一个萤幕 对 现在有平板电脑 以前还没有平板电脑 以前是笔电 那我们用笔电去放 但那个气势又不一样 然后我们之前 求婚的话也是算一天的钱 没有 算小时 可以 那就划算多 求婚就算小时 因为他不可能七个小时在那边待命 求一整天 对 那我们就算小时 比如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那可以 那这样子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司机 要不要什么特殊驾照 不用 所以他这样子来看 三段半的车 他就是一般的汽车驾照就可以 小客户 小客户 就是他要会手排 手排车 手排车 对 那我们车速也不快 这样子听起来 那要问一个比较敏感的 就说这台车子大概让哥这边赚了 大概多少钱 实际上 赚只是小赚真的没有多少 因为你前面可能是回本的 可是他后面遇到疫情 可能又赚了一些钱的时候 你面板又不得不改 因为接着 我在改面板之前是 离选举就剩下七个月 对 你要你就改 不改你是接不到了 对 刚好改了之后 接回来的时候 就小赚 你离口口赚个几十万应该有 有 有 那个时候改过之后 因为你其实还是有经营其他的 广告的收入 还是有其他的媒体 对 我觉得这样平均下来 搞不好可能比跑Uber那些还要赚 如果你自己真的有弄一台这样的车的话 你有一个管道接到case 跟你们这种公司合作 你愿司机很认真再下去跑自己去接案子的话 或者说跟广告公司合作的话 你真的绝对比你跑那什么Uber那些好很多 你没有那种载客人的压力嘛 就是时间都很自由 反正就是绕而已 你准时跑客户的时间就好了 对 你只要准时跑客户的时间就好了 而且想猜 听起来里程数也不会跑真的很多 刚刚文文立人哥 没有不会很多 你的车子到现在 目前才跑六年才跑八万而已 那不多 六年跑八万 对啊很少 因为轩转车不能开快 而且他只能慢慢的 一整天跑下来 可能跑不到20公里 主要是吹冷气 主要是吹冷气 有时候要停定点 主要是有些定点 我们的司机 以前请的司机 他玩那个游戏 有没有 等级都练很高 因为设置停定点 就开始玩游戏 很适合玩一个游戏 那个宝可梦 那时候他们会戴耳罩 跟走路一样 因为那个喇叭 扩音刚好有一个 是在驾驶座附近 他就要戴耳罩 他回到家都是那个 刚开始开的第一天第二天 你真的睡觉都听到那个 来哦 那类类是这种东西 就是你重复性 真的 就是重复性 刚刚突然讲到这个声音的事情 我很好奇 因为现在大家都对这个声音 会抱怨 那这样子来看 会不会说 就是很多的常常被人家抱怨 那你们一般人会怎么应对 或是怎么解决 我们第一个就是跟对方先道歉 然后说我们马上处理了解一下 对 所以发个耳塞给他 没有 我们就跟司机讲 赶快先离开 去别的地方 去别区 晚一点再绕回来 还是得回来 因为你客户签约了 你还是要绕回来 他可能只是在睡觉 只是说 那这个地点你不要停了 你这个地点快速经过 不要在那边练功了 你可能就跟前后50公尺 你快速经过一下就好 不要停远一点点 但是路线我们该跑 还是要去跑 对 就只能这样 对啦 因为他就要求是这条路上 那怎么办 对啊你不能不去 那你们在上面有扩大机吗 就是会可以讲话吗 可以自己讲话吗 可以啊 可以装麦克风 还是说知道他就叫他起床 我们本来是 起床 不敢啦 骂死 两天偷偷被砸车 真的 因为我们之前是有跟候选人聊过 就是他们希望我们在后面 架一个平台 让他们站在后面 对 因为我们那个后门是可以打开 他不知道你有发电机在后面吗 不知道啊 可是最近就是有在想说 要改车你知道吧 对 不是有那个电池一整组 现在不是电动车发展很好 电池一整组 一整天他好像有22度的电可以用 还够 搞不好够 那我就在想说 我如果找那个工程师算一下 我一天跑7个小时 我的电如果够的话 我就不要发电机了 还找一台撞掉的特斯 对 就装那个电池 对就装那个电池 就会变得很安静了 真的 要不然你车子在跑的时候 那时候本身还有那个发电机的声音 很吵 那我们还要做一些隔音什么的要做 真的 可是也是有限 之前本来还要再花将近20万 买一台那个静音的发电机 对 就只差20分贝算了 对啊 只差20分贝 可是重量多了100多公斤 真的 那真的装电池如果是可以改成 用充电的方式 够的话其实是可以的 其实应该是可行性 因为萤幕其实现在也没有这么耗电 不像已经耗电了 我们的功率开不到30% 就很亮了 像白天太阳太阳很大的时候 我20%其实就很亮 就看得很清楚 发光的那个光源就很亮 就跟你PG有关系 你如果是P8的话 我可能要开到70% 亮度要看高 还看不太清楚 晚上也不能开太亮 不然人家看不到 晚上就要降 晚上我降到剩下8% 对8% 亮度就只剩8% 所以哪一天 如果你在路上看到我的 就是我生日的话 应该就是利人哥的车 就过一个生日 庆祝你生日 庆祝真的这样很屌 那那个车子都可以正常跑 就是后面的东西就是固定好 如果说 譬如说一样是可以高速公路 如果这样子 都可以跑 都没问题 只是在高速公路的时候 不会开 对啦 会影响到后面 还是这样 前面有警察 我说 乌龟车请让到 三面同时亮 你知道吗 对 三面同时亮 对 前面的离开 请勿占用 内线车道 对啊 蛮酷的 很帅 我之前有想过 打一行字 8%8有本事飞过去 对 好危险 对 OK 那听起来其实都还算是 蛮有赚头 那如果说 这个听起来 应该说 这个生意 因为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 这种LED的广告车 那其实对大家来说 应该都蛮好奇 所以整体来讲 建制成本大概要100 快 算一算快200万 现在应该不用 不用了 现在如果真的要入手 我会建议说不要买全新车 中古车就好 中古的 中古车你可能里程数十几二十万 有个朋友他买那个人家货运行 就是已经退役都不要的车 很便宜 那可能十来万就入手了 你知道吗 问题是车子状况太多 引擎烧掉 水箱爆掉 什么怎么样 你都一直在修车 一个月的妥善率 接了十趟的广告 结果妥善率不到两次 他说你怎么在那边 他说我在修车 最后都一直在修车上做广告 你接了案子丢给他 结果你一直要跟客户道歉 你给人家开天窗 那不行 真的 因为他的档期有些都是干很几 就是这一天 就是身材工具 所以你一定要让车子妥善率是好 真的买新车也是有他的道理 我那时候就想说 为了妥善率我就买全新车 很多朋友他们后来他们做 都是买那种好一点的中古 对啦 反正你买台新车 反正萤幕的话 那个二手的飞观应该还有 我没有 不要去讲飞观 等一下会不会听到 我不知道 飞观说我已经下一场上 来不及 没关系 听到可能想说 他讲的是我吗 对啦 ok 那其实应该说利人哥 他自己拥有还蛮多车 他自己还有另外一台是那个 他其实本身就家里 有在做一个副业 就是做团购嘛 对不对 你好像有买一个小小的冷冻车 有两台 你有像有两台冷冻车 有一台是五顿的 你买一台五顿的 有一台是小小货车 那应该说就是 一样后面都是挂冷冻箱 都挂冷冻箱 都挂冷冻箱 这样子大概一台车都建置多少钱 小货车的弄到好 小货车是汤X 我记得 65万左右吧 65万左右 整个弄到好大概 你这个都直接公司用 对不对 都公司用 另外一个五顿的 是什么的 五顿的 他是那个什么 伊苏组的 你买一台五顿的 比三顿半还大 五顿就要用职业驾照 大货车驾照 可是 我们必须用到那么大 是因为我们的货运量 就是那么大 对 小的其实已经不堪用了 不够用 冷冻车他本来就 载货量就比较少一点 而且现在很多东西 尤其是冷冻的一些 物流啊 需求性 你有时候 你的货运量如果大 你自己去载的话 运费是省下8000一万的 那你自己跑啊 对啦差很多 因为现在冷冻车的 应该说 大家对于物流说 因为他是做团购嘛 那物流啊团购啊 这些东西 其实冷冻的 你这样一包 一样一样去发 好像不少钱 而且时间也不好配合 对不对 那我们自己有车的话 其实以团购来讲的话 我们有一些 美食连线代购啦 我们就不用担心说 这个食品他会不会有 保鲜的一个奇效坏掉 因为天气过热 结果我们以前 可能是开轿车去载 可能开箱形车去载 冷气要开到最强 你知道吗 冬天的时候 冷气要开到最强 好冷 因为那个东西 它是要保持冷藏的 你就算冬天 你车内 你不能开暖气 然后外套要穿很厚 开到最强 那有冷冻车之后 就方便多了 就丢到后面去 对 然后我们的货运量 各方面也够 然后你也不用担心 保存的问题 听起来蛮特別 有机会我们再来聊一下 关于这个物流跟这个团购的生意 好不好 有机会 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今天的学地群团备 我们要到这边了 那因为也感谢这个力人 跟我们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 就是这叫什么 LED媒体车 LED媒体车的 一些相关的一些 资讯 以及它的这个秘星 应该不要讲秘星 应该讲说 它的实际的商业模式 大概是怎么样 那也感谢这个力人跟我们分享 那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就是希望的锁定 就是那些用车赚钱的人 所以其实锁定 就是不只是说各行各业 那有时候还希望 常见的这种什么 问奖大哥 或是货运司机 那以及就是其他用车子 各行各业的一些朋友们 那如果说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或是一些学弟们 你本身在从事这个 用车做生意的行业 比如说你是开挖土机的 或是开砂石车的 那我觉得你都很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 或是用Podcast来跟我们聊一聊 关于你这个工作 那让大家可以对于车子的工作 有多进一步的了解 或是说对这个工作的辛苦 或是说一些商业模式 有一些更进一步的讨论 那今天的学历 今天的学历请准备就到这边 那我们也感谢力人 那也感谢这个 你们的公司 让你宣传一下 贝奇广告 国际有限公司 贝奇广告 贝是哪一个贝 贝壳的贝 贝奇广告的贝 还有一个团购的话是 小云爱乐狗 好小云爱乐狗 所以如果私人编有这样的需求 也欢迎你可以找我们力人 那我相信他可以提供 非常专业的一个服务 好不好 那今天也感谢力人 好谢谢 那我们今天学历请准备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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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